其實今天這樣子把北投的這三家名店都吃完以後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 就是每一家都各有它始終的支持者 素家的話 番茄很受歡迎 肉質上面我個人是最喜歡的是素家 吳家 它是均衡 大眾 平民化 加上它的菜式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的話是清燉 它清燉是真的很強 市民的話就是湯頭麵票 值得一試 在台北市北投區 居然是牛肉麵名店的重鎮之地 短短的300公尺範圍內 群集了三家在地非常知名的牛肉麵店 這三家名店都有各自不同的擁護者 呈現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今天就讓我們深入當地 來看看究竟誰是北投的牛肉麵之王吧 操派 所以我們今天是分五個項目來評判 牛肉的肉脂 麵的麵脂 湯的湯頭 然後還有小餐 便便的飯 這是它的超旁麵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份量 因為網路上大家都說 三家裡面素家算是價格比較高的 但我覺得分量也很大 非常夠 那為什麼北投很多牛肉麵嗎 因為這邊有菌營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國宅 然後榮種也在這邊 很多外城人 很多軍人 而且這是比較早開發的一個區域 所以北投應該是相對來講 這是為什麼會很多麵系 牛肉麵 你最在意的是什麼 我喜歡吃肉軟的 而且我喜歡吃麵條 我覺得他們家總共有五種麵條 家常麵 一般麵條 細麵條 細粉 還有白麵線 我們這是一般麵條 基本上你到一個牛肉麵店 如果你沒有特別注尼的話 他給你上的麵就是他最引以為傲 素家的肉很好 又大又柔軟 柔柔度很好 麵條我覺得煮得也不錯 我現在試我個人最喜歡的這個番茄湯餅 大概也算是吃過我的番茄湯 嗯 他的番茄湯不錯啊 水準之上 而且他的肉用不一樣 他不是牛肉麵 他這個肉燉得厲害 因為他燉到不是讓你咬下去以後 只剩下化掉了 你知道嗎 外面還保有那個膠質 但是吃起來是非常好吃 我現在家是會跟你說 你可以出那個牛肉省 吃飽了 4.6 很高分喔 你呢 4.5好了 肉質真的是蠻大的加分 肉是我喜歡的 因為是軟的 就很像他牛肚 真的非常非常的軟 一咬就斷了 我覺得他的紅燒不錯 然後茄汁也不錯 廁所很乾淨 各項環境都不錯 衛生感覺也都很好 你怎麼知道素家 同事推薦的 上班在附近 那就是如果有空的話要繞過來吃 一次常客會自己在那邊包辣椒 包牛肉麵 這附近有三家牛肉麵都很有 對 像無家素家 還有一個志明 志明我沒有吃過 那無家你吃過嗎 無家有吃過 那為什麼你今天會想要來買素家 我比較喜歡他的湯頭的味道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茄汁牛肉麵 番茄湯底 番茄味 跟我同意掛 對 你覺得他主要是湯頭或牛家 對 吃大概三四次左右 因為本身是因為只有做事 然後剛好工地在附近 師傅有介紹說這些牛肉有得過名 他的牛肉是吃了又嫩 喝了糖也覺得很順口 大概一個月來一次 一個月來一次喔 那你是北投人嗎 以前早期是北投人 今天是專程來吃 我住戲子 喔 你現在住戲子 所以你現在等於說 再回到北投你都會來 都會特別來吃 對對對 這附近有三家都很有趣 好幾家喔 都吃過 都吃過 對 我喜歡吃牛肉 我到處吃啊 台北市好幾家 豪原街也吃過啊 那大哥為什麼會選擇來自家 就好吃 味道不一樣 肉啦 跟那個配料那些的 湯頭啦 所以你是這家的重食物 而且又乾淨 來這邊我一定吃這家 別家 用不去 這家就比較傳統的啦 比較走傳統路線 就是一看就知道 欸 牛肉麵 這碗 是牛三寶日 對 這小的而已喔 你看他的肉 你特別指定要吃的寬麵 那牛筋是走比較有嚼勁 因為有些店家他是吃起來有膠質 但這一家吃起來是沒有那個膠質的感覺 無家吃起來有一個清洩盤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傳統記憶中的味道 各式表現都中規中矩 肉也適中 麵條也適中 小菜也適中 就是你記憶中會讓你懷念的一個傳統美食 也是算最大重化 環境這邊的話其實也很整齊啊 服務人員也都隨時都在幫忙擦 好 我個人給無家牛肉麵的分數是4.0分 我給他4.0分 可不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北投的牛肉麵店都開的時間這麼長 因為有的是午休 對 有的人會休下午 午休那個對人家很不慌 現在整天都會肚子餓 我寧願因為我兩班的員工 你們吃很多年了嗎 很多年了 特別是我們的朋友 先跟我們講 我們那個朋友超愛這邊的 不但大碗又好吃又營養 特別待會兒的女兒從家來開會 我們又講英文 坐飛機來吃牛肉麵 這個麵子大了 老闆娘 老闆娘你看你的牛肉麵有多好吃 坐飛機 老闆娘你遇到知音了 對啊 唯一一家有清燉牛肉麵 好像是那種手工的拉麵 對 而且它很特別是它居然還有加這個九層塔 一上來的時候 剛剛那個九層塔的味道就覺得 好香喔 它的第五位置很特別 它在吳家的後面 你到吳家 你要從它旁邊的小巷子轉進來以後 你就會在 發現在公園的八豆瓶 整排的 天啊咖啊 老闆娘說 紅燒是為了補充發作 但是他們的招牌是清燉 對 它這個麵體很棒 很有勁道 因為它清燉的湯 做得很好 就很像你在喝那個 家裡有燉那個 牛肉清湯 然後很鮮甜的味道 最後它 上桌的時候 它會放一些九層塔 上去增香 你先說 免得你又超我 4.2 4.2 對 輸在地點 不是說它環境不好 是這個 如果夏天來的話 我應該會流汗 個人給它的分數是4.5分 差一點點就差在它的環境上面 清燉牛肉的牛肉麵 是會讓我經過路過不要錯過 會想念這個清燉的味道 你吃字明吃很久了嗎 沒有 其實我來第二次 就是吃過一次 但是我就覺得很好吃 今天是特地經過再來吃一下 特地又來吃了一次 然後天氣很冷 最有名其實是前面那一家 你家 可是我又不想調那一家 我就想要調這一家 你覺得它太有名了 我覺得應該沒有 很激到而已 而且我覺得它肉塊還蠻厚的 目前都只Favor它的 紅燒牛肉麵 下次你試試看清燉 它清燉從頭 它清燉從頭 我第一次來 我太太要清燉從頭 吃大概九年 吃吃 吃九年啊 對啊 我喜歡吃它的清燉 清燉 清燉 對對對 它清燉做得很好 可是今天我先生 他喜歡吃多少 糖頭過味 麵條應該是收工做的 Q 因為我們越南人在跟你說啊 那有時候約會的時候 非要最難的 約會價就是 最難的 沒有 因為那個有名嗎 啊 就是今天這樣子 把北投的這三家名店 都吃完以後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 就是每一家都各有它 始終的支持者 而且那個支持者是非常非常的挺 口味是因人而異啦 所以其實吃飯或者是美食 其實跟個人的感情有很大的連結 那今天我們吃完這三家以後 在我們個人的口味 個人的意見裡面來說 素家的話 番茄很受歡迎 肉質上面我個人是最喜歡的是素家 無家它是均衡、大眾、平民化 加上它的菜式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的話是清燉 它清燉是真的很強 市民的話就是湯頭麵條 值得一試 我們下一個月的日子 我們下一個月的日子